上海市文化旅游局此前透露 7月8日起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开放电影院和演出场所 7月7日23时50分许 记者在位于黄浦区的UME国际影城上海新天地店看到 入场出大屏打上了农好好久不见的字样 现场已有不少观音者正排队等候入场 7月8日零点场次将放映的是英语二迪电影《侏罗纪世界3》 对 喜欢看《侏罗纪》 今第一天就来看了 上海市民陈瑜是资深影迷 此番能在影院恢复开放后看到第一场电影 他直呼非常的兴奋 差不多要大半年了 大半年了吧 从2月份到现在 我大概是前两天知道了这个《侏罗纪3》要上映的消息 经历了这些疫情过来的一些辛苦以后 能过来看一场电影是非常的兴奋 UME国际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助理卢英介绍 根据有关防疫要求 欢迎者需在现场扫影院长所码或数字烧冰 查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测温等步骤后方可入场 同时电影院暂不提供饮料食品 并禁止携带饮料食品入场 我们有这个无接触售票 包括场间呢 我们是每一场场场消毒 每一场呢 我们至少两次的一个寻场工作 提醒观众影厅里面不能饮食 还要佩戴口罩 场次方面呢 我们是延长了这个场间距 然后还是严格控制在50%以下的这个上座情况 然后观众呢 是间隔就做的 谈及此次电影院的有序恢复开放 卢英也是感慨良多 那今天零点场呢 我们是预售了两场 一个是侏罗纪世界三 还有一个是人生大事 那么观众热情度也非常的高 上座基本上是票都全卖完了 那么后面又开了两场 基本上90%的票也都已经售完了 那看到观众又能够回到我们影院 伴随着剧情 激动啊 高兴啊 流泪啊 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的 记者注意到 因疫情防控需要 上海也有部分影院暂缓了7月8日的恢复营业计划 诸如位于上海市常宁区的天山电影院等影院 通过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了暂不恢复营业的公告 并称通过线上购买的电影票将做退票处理 票款将通过支付渠道原路径退回 此外 上海普陀区 阳浦区 静安区等多区的部分影院也接到了暂缓开业的通知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7月8日20 上海7月8日电影实时总票房已近125万元 侏罗纪世界三 人生大事 神探大战 分裂票房前三名 神探大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